這間民宿我們很推薦 是值得大家來住的 還有提供洗衣機跟烘衣機 我們的火鍋都蠻簡單的 都是洋蔥然後用油炒鍋之後當基底 肚子很好吃耶 那你說那個香菇怎麼樣 很鮮甜 那蠻推薦這種旅行的玩法 自己可以下廚 可以完全體驗當地的食材跟當地人都在吃哪些東西 今天是我們在惠晶洛松的最後一天 我們待會就要退房了 那這間民宿我們住了三天晚上 那現在來開箱 然後分享一下我們使用的心得 我先講結論 這間民宿我們很推薦 是值得大家來住的 如果來到惠晶洛松這個地方 然後不想要住附近的飯店的話 這間B&B可以優先考慮 整體來說沒什麼灰塵 很乾淨 然後機物設備也都很齊全 應有盡有 然後總共可以住兩個人 加兩個人 那我們來開箱一下這間房間的格局 那這是他的正門進來以後 這裡就是小玄關 然後這裡是鞋櫃 鞋櫃裡面有他的室內拖 再進來以後 這個是客廳 就是這幾天我們吃飯的地方都在這個客廳 四個人坐 這個空間看起來還算是舒適 然後這裡是廚房 下面有這些鍋碗瓢盆 就是如果有開火的人可以自行使用 種類蠻多的 所以我說他還蠻齊全的 如果對於想要自行開火的人 這間B&B真的還不錯 然後微波爐冰箱 然後那裡還有一台咖啡機 再來是他的客廳 一個蠻大的電視 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然後我朋友坐的那邊是兩個沙發椅 那如果有住超過兩個人的話 第三個第四個人就要自己從房間裡面搬日式床墊出來自己鋪 那這裡還有一台冷暖氣機 他每一個房間都有獨立的冷暖氣機 因為冬天會很冷 所以每一個空間最好都有一台暖氣 這個配置我覺得做得還不錯 然後再來是主臥室 這邊有兩張大張的單人床 空間上也是蠻大的 但我覺得他的那個床墊是偏軟的 我個人比較不喜歡 我們三個都不喜歡睡很軟的床墊 這個睡起來我覺得不是那麼舒適 然後也一樣有一台冷暖氣機 那基本上充電頭的話 每個房間都有兩三處 是夠用但也沒有到非常的多 那主臥過後這邊就是 廁所 然後還有浴室 然後這個是簡易的一個化妝台 那這間民宿還有提供洗衣機 跟烘衣機 都可以自由使用 然後也有提供洗衣精啊 或者是肉亂精的 所以也不用自己的去買 這點還不錯 廁所的部分就是標準的免治馬桶 空間還算大 那你覺得這間住起來感覺怎樣 舒適 方便 好睡 他整理的很乾淨 沒有什麼灰塵 沒什麼灰塵 因為我上面也有稍微跟他整理一下摸過 覺得 蠻乾淨的 太髒的話我會過敏 我覺得沒有 缺點嗎 你要自己煮的時候都沒有調味料要去買 弄不完還要帶回去還是丟掉就很可惜 那你覺得怎麼樣 優點跟缺點各一個好了 優點就是舒適 那缺點的話就是廁所 就是要經過煮過再過去 所以煮過的人會比較不分別 好 那我們的開箱大概這樣子 那這是我們住完三天的使用心得啦 那當然有一些垃圾看起來很多 然後也有我們使用的痕跡 這就不要太計較了 剛進來的時候一定是比這個更乾淨更整齊的啦 那我們的開箱差不多就到這裡 媽你來看他們的蛋 多厲害 我剛買的時候我就看他有選說他們是很厲害的蛋 你看他們的蛋黃 超漂亮的耶 大顆 十顆啊 十顆六十幾塊 你看多便宜 很大顆對不對 你看他們的蛋料理很厲害 我們在日本來煮的蛋就是這樣 他不熟了就起來了 他不在三面前的熟了 你都會越見 對啊 你幹嘛 我幹嘛 我們的火鍋都蠻簡單的 都是洋蔥然後用油炒鍋之後 當基底然後加入水 然後通常會選高麗菜或白菜啦 然後去控這個湯 今天去大內宿的時候有看到那個香菇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香菇很新鮮就買了 我們香菇買這樣子差不多台幣五六十塊 是新鮮的現材的香菇 然後就讓他們繼續熬 這個是日本的蜜乾 來日本的話 記得可以來吃一下這個類似甘蔥的東西 這個日本蜜乾啊 他就是皮薄 然後裡面很多汁 然後很甜 然後重點是他沒有紙 台灣的那個 甘蔥就是油脂的 然後這個之前我在台南買的時候啊 他是日本進口的大概五顆這樣子 台幣差不多一百五到兩百 所以蠻貴的 然後像在日本這邊買的話 一包差不多就是一百塊台幣 然後裡面可能 運氣好可能有八顆到十顆這樣子 這也要看品種啊 那像我買的這個是 甜度是十二的 那我們今天買差不多台幣一百 然後裡面就有十顆左右 哦這個 跟嘴有差對不對 對啊說我吃 這十二甜度的 不能說很酸 帶一點點酸 對啊 那我們前幾天有買到那個 可能是十三十四的 超級甜超好吃的 我們超市買的三型和牛 然後這個來做我們的火鍋肉 它這個就是會寫說 它是切落的部位啦 就是應該是切剩下的意思 一直跳電耶 冷氣剛剛開幾台 不然有在煮飯的話 它會一直跳耶 這個有寫切落的啊 通常就是切剩的部位啦 就是它可能邊邊角角切完的碎肉 不是那麼完整的 但通常這種部位都便宜非常的多 可能大概是五折或六折而已 我買的這一盒牛肉 來一千日幣 那你看它的紋路其實也算是非常的好的啦 就是以和牛來說其實算蠻漂亮的 蠻推薦如果有想要自己料理的 其實這種肉就已經很高級很好吃了 然後最後再加上對白菜跟豆腐 大概下去燙個兩分鐘就可以了 好 待會我們就準備起鍋 這個肉就最後下 然後直接燜住就好了 不用特別煮啦 這樣就會很好吃 而且很軟很嫩 就跟台南燙那個溫體牛類似 然後再來是最後一道菜 煎和牛 這是我每次來日本都必吃的 然後我這次買的是三型牛 它的特價100公克大概980日幣 和牛的油脂不算漂亮啦 但三型牛我本身是第一次吃 我們的晚餐大功告成呢 這個是和牛 基底是洋蔥大白菜跟香菇熬煮出來的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中和火鍋 今天是三顆太陽蛋 然後其中兩個是荷包蛋的 是我等下放在飯上面吃的 然後最後是現在很便宜的日本色香葡萄 我們都是買這罐去續演的醬 蠻好吃的很搭火鍋 我喜歡吃這種會流出來的啊 這個配白飯超好吃的 雖然是缺得很不好 但是還是吃入口即化 你沒吃過和牛對不對 就是這個味道嗎 吃吃看 就是這個味道然後入口即化 油脂就會在你的嘴巴中化開 有嗎 有對不對 很特別 我每次來日本招式目前就是這個 台灣的和牛是不是這樣 台灣的和牛都是 澳洲的和牛 對 然後你要吃到很高等級的 日本的和牛才有這種味道 好吃嗎 是很強 它的牛味超強 而且這個不是整級最高的 因為它不會有那個牛的那個 牛騷味 對 它是變另外一個甜味 那是甜啊 對 這也和牛捏 這和牛的和牛的甜味 不要看不及它 我吃看看會這樣 哇 什麼東西 我就說你放在一起吃 可是我覺得不會太好 它說我比較嚴格 就是如果你以真正的sochi 是要去吃這個三菜 吃太多那個好吃的人 先把這個和牛解決掉 好好吃喔 這個和牛 這和牛就是要配這個蛋 跟白飯一起吃 超好吃的 豆腐很好吃耶 你這個豆腐很好吃喔 嗯 怎麼好吃法 很嫩 但是又不是像我們台灣那種 嫩豆腐的嫩 有豆漿的味道 那你說那個香菇怎麼樣 很鮮甜 很甜 很甜 嗯 那台灣的不會甜 我們台灣很少吃過這麼新鮮的 這應該是說他們現材的 他們賣的 就很Q 而且很便宜啊 吃雞朵才500日幣 所以來到這種偏鄉地方的好處 就是這樣子 在地的農產品 非常的便宜 新鮮 然後就是要多多的支持 那反正 偏鄉地方 有時候沒有飯店 就會有B&B 民宿 很容易就會遇到有廚房的 那蠻推薦這種旅行的玩法 自己可以下廚想吃的當地料理 是很不錯的旅行方式 而且可以完全體驗 當地的食材 跟當地人都在吃哪些東西 那個單醬很厲害 你說台灣絕你也有 有 連白菜都很好吃 對 沒有那種 蔬菜的生的味道 香菇還是不敢吃啊 你有多吃一點 我不敢 好好吃耶 我有吃過香菇 然後人家是坐在飯糰裡面 那種很好吃 很鮮甜啦 吃一個看看嘛 好 我加一個看看 對啊 完全沒有香菇味 都好吃 白菜很好吃 這個醬 這是我每天早上在吃的 真的很好吃 這個醬就是很下飯 我都拿來配任何的東西 這徐徐人的真的是很強 牛肉 然後配白菜 跟白飯 你看 你吃香菇味嗎 這完全沒有香菇味啊 這豆腐好像比台灣的豆腐還貴一點 一盒是50塊台幣 它的豆腐好嫩喔 對啊 它的嫩不是那種 嫩豆腐的那種嫩 就是不是中華豆腐 不是水嫩 對 它是真正的豆腐 它不是水豆腐 可以看這個斷面 然後水分很少 比較有豆味 他們說這個香菇完全沒有香菇味 我來吃吃看是不是真的 很甜甜啊 真的沒有香菇味 對啊 為什麼啊 新鮮的啊 這香菇好甜喔 而且完全沒有香菇味 而且我們說甜它還是不新鮮 你糖的香菇都超臭的 它香菇口感很像杏鮑菇那種口感啊 我今天在那邊 豆腐在那邊要買的 那魷魚很久 這看那個阿婆 給你們買了兩盒 一盒的 快被買光沙那盒 如果不買的話 等一下又要被它買走 為什麼它是香菇沒有香菇味啊 還是這個不是黑香菇 那它是鹹醬 那是新鮮的 黑香菇也是這種香菇下去 曬的 你說新鮮的放一兩天就會有香菇味了 對 那個杏鮑菇不一樣啊 你如果杏鮑菇放久了 就有一點酒味發酵的味道 那面下大雨 下超大阿 是不是聽到你們講說 每天要去那邊 我們下大雨還是會去啊 那就盡量給它下 現在下一下明天可能就不會下 這個湯好好喝喔 怪你說它不喝湯 這湯可以喝啦 這個真的完全我沒有什麼調味 沒有你說的什麼 苦力 我們沒有火鍋料 裡面最不OK的就是牛肉而已 為什麼外面的牛肉煮碗上面都浮一層啊 這個不會耶 你這樣浮的時候你火有開動嗎 我直接下去泡阿 沒有 有時候會浮的那個是肉質的關係 進口肉很會 你那個肉如果比較乾淨 就魚肉一樣 那我們這個就是很新鮮 魚肉你如果不新鮮的話 你煮的話它也就是會很多那個 炸 我剛剛跟冠妮去看的話 全部都是賣色香葡萄而已 但是日本的色香葡萄就是有那個 葡萄軟糖的味道 有點會嚇到啦 會覺得說我們這種天然的東西怎麼這麼香 就反而覺得說它有點化學感 你知道這是我第一次吃這麼多白菜 為什麼你不吃白菜 因為我不喜歡它那個菜的那個味道 它這邊的白菜完全沒有那個味道對不對 沒有 因為鮮味也沒有那麼粗 對啊 又很嫩啊 我在台灣吃的白菜鮮味都超粗的 他們農產品真的是 冬天的產品 很強 跟氣候有關啦 有時候不能跟台灣比 台灣的氣候就是東南亞的氣候 冬天的氣候都很少點啊 你看我們的那個啊 高山的高麗菜也很好吃 為什麼他們的菜這麼便宜 他們政府也有在控制啊 就是 民生物價 為什麼台灣都是選舉的時候被大家抗議就是這樣子啊 午後鮮奶茶 我最近都愛喝當地的牛奶 但是我覺得 我這幾天買的都沒有很好喝 所以我今天直接買明治的 明治全省都有啊 最大宗的 好 那我們吃飽了 自己煮的好處就是這樣子啊 雖然有點花時間 但是就可以 吃到 非常 不錯的料理 去外面花錢啊 都是吃當地的可能 特色料理比較多 但是自己煮才能完全吃到 日本人都在吃這些高檔的食材 他們都常說 日本人都把最高級的東西留給自己 賣給觀光客 都是賣二等貨而已 所以我們來到日本玩呢 就是要努力學習 當他們 日本人 吃一級的東西 怎麼可以吃那二級觀光客在吃的 如果我有一天 我希望你能夠吃不好吃 你不要獲得 我真是星期沒 favourite 做甚麼 就能不足 來每天 那幾天 就要好好吃 我看你